谢谢刚才的MC Jack 我是今天的第一位讲员 我的名字叫黄志坚 英文叫做Clement Wong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新加坡教育所学院 就是教育所属下的那个学院的其中一名导师 大家早上好 你们今天都是走过风雨的英雄 所以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其实投资就是要像你们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不管是大风大浪 我们都要走过去 当然我们也知道投资的风险所在 今天我的讲题是了解交易所买卖基金 大家都知道买卖基金这个近期 是相当受到关注 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下你们 有多少位有投资买卖交易所基金 ETF 所以我看到举手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今天也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会给我太大的压力 希望这个讲座之后 你们能够多一点了解 如何去买卖交易所的基金 它有什么好处 它有什么坏处 它的风险所在 现在我正式开始 我今天的讲题 这个你知道是叫做disclaimer disclaimer就是要你们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投资任何一项产品的时候 都必须要知道它的风险所在 然后不要贸贸然的就去 进场去买卖 这样的一个金融资产或者产品 然后呢 今天的讲座 只是作为这个教育 教育的这个目的 所以大家 就是首先要先要了解 这个产品跟风险等等 今天的议题呢 起初我要开始就是 告诉大家什么是ETF 然后ETF呢 它怎么样能够把它当成 作为一种投资的工具 还有如何购买ETF 它的工具 还有它的资源 什么是ETF 所谓的ETF 就是在交易所 可以像股票这样 自由买卖的 一个基金方式 的一个金融产品 它是在证件交易所上市 新加坡交易所 HX也是有这个ETF的上市 还有交易的 它是属于一种开放式 开放式就是随时 这个基金呢 都可以发行这个新的ETF 还有随时都可以寄资 所以它也是一个寄资的一个投资的计划 然后呢 ETF如果是作为一种跟踪指标的一个指数来呈现的话呢 就比如说新加坡海峡指数 STI 或者跟踪一些资产的组合 比如说大宗商品 它所谓的指数或者资产或者大宗商品等等的业绩的表现 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目的的基金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指数 因为当你知道这个ETF是为了要跟踪这个指数的一个表现 或者资产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底什么是指数 指数 就是许多股票的一些投资的组合 然后把它指数化 就好比说新加坡海峡指数 它有30个指数 就是30个指数股 这30个指数股呢 就涵盖了许多的大的领域 主要的领域 这些都是被公认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某一个领域 所以它也被称为是蓝筹股的一个组合 该投资组合呢 它的定义非常简单 它只是简单规则的选择股票 并体现了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风格 所以主要是希望从这个指数的表现的回报 然后再复制在ETF上面 然后同样的ETF也可以取得相同的一个回报 所以它也可以反映了股票投资组合的变化 就是它价格的波动 因为这个ETF呢 它是跟踪这个指数 30个指数股里面的表现的回报 比如说这个SDI就是30个指数股的一个表现 还有这个票准普尔S&P500 也是这个市值加权的指数 是跟这个新加坡交易 这个海峡时报指数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ETF进来越来越受投资者的欢迎 因为呢 它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呢 它是方便 所谓的方便 如果你是投资在个别的公司 你必须要针对每一间公司去进行个别公司的一个分析 所以是相当费损 也非常的费时间 而且你对个别公司进行分析 你也必须要有基本的一些所谓的基本分析的一些知识 然后进行对公司才能够进行对公司这样的一个分析 而且呢 如果是用ETF指数了来投资的话 就不需要经过这一个阶段 所以就不需要跟针对个别公司进行分析 而且它也比较低的管理费用 其实ETF它是有管理费用的 不过相对来说 它会比其他的基金 不是ETF的基金 它的管理费用会相对的来得低很多 一年不会超过1%管理费 第三个好处呢 它方便呢 是因为它能够允许投资者自由的进出市场 所以可以自由的买卖 进出 而且它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资产类别 然后第二个受欢迎的原因呢 因为它已经被指数化了 指数呢 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始终是深深不细的 公司可以倒闭 对吗 股票市场会倒闭吗 股票市场绝对不可能倒闭 除非真的是没有一间公司要在消费教育所挂牌上市 那个交易所也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不对 所以股票市场跟股票教育所是永远都在的 而且呢 这个ETF呢 它是复制这个股票指数 所以股票指数 它是 也是深深不细的 再来这个STI 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加坡海峡指数 STI在2014年的时候 它的投资回报率 是9.5% 就是9.5个百分点 它这个9.5个百分点是怎么来计算的 我们应该计算这个9.5个百分点是一个总的回报率 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呢 这个海峡时报指数在2014年的一整年的时候呢 它的价格 就是海峡时报指数的这个回报 6.2% 不过不要忘记 这个STI 这个指数呢 它还可以派发股息 就是它有多一个回报 就是股息的回报率 它的股息回报率呢 达到了3.3个百分比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 所以你把这两个回报加起来呢 6.2加上3.3个百分比 就得到了一个总的回报率 9.5% 所以这9.5% 在亚洲来说 或者在可以说在整个世界来说是蛮高的 相当高的一个回报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表 这个表呢 就告诉我们海峡时报的2014年的这个10年的年均回报呢 刚才讲的是2014年 这个10年的年均回报呢 也有8.7% 跟9%相差不远 恒生指数排第二位 6.6% 道琼斯排第三 5.7% 基隆时报100 非常低 3% 日经225更低 电尾 2.2% 所以在这个表来看呢 就算是 不是用一年来计算 用10年的一个年均的总回报 以新年来计算 也达到了8.7%之多 而且 这个还没有包括这个所谓的 复利增长 这个复利增长呢 表示这个STI投资者 如果你有效的能够在8年里面持续持有它 然后根据这个回报率来计算 9.5% 来计算的话 8年内其实它的财富 你投资在这个STI指数 ETF 股票 这个指数来说呢 9.5% 的回报率 用8年的时间 你的财富可以翻倍 就是假设说你投资在1万块 9.5%的回报率每一年 8年后 你就看到你的回报是翻了一倍 是多少 就是2万 对吗 所以它就是8年内可以翻一倍 那如果你把钱投在 道琼斯的话 5.7% 5.7% 5.7%是10年的年均回报来计算的话 它要花上 差不多13年 才能够有翻倍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就证明 就告诉了大家说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所以投资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产品 回报率是一个关键 所以就算回报率相差 一两个百分点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不过你把它拉长来说 你的这个财富翻倍 可能要更长延一点 所以这个回报是 要知道 要特别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不过尽管如此 目前没有投资在股票市场上 再看一下这个ETF 它跟踪指数 还有它的这个证券的一个业绩 所以你看以下这个图表 蓝色的线是表示 我们的这个海峡时报指数的一个走势 然后这个青色的 浅青色的 这是ETF的回报的一个走势 ETF的走势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你是把这个金钱呢 如果是投在一帖 海峡时报指数 它其实跟 我们的海峡指数 是非常贴近的 看到吗 这两条线是非常贴近 所以就是说 这个跟踪的所谓的 这个百分比是接近100%的相似度 所以它就是可以比较有效的 能够跟踪海峡指数 的回报的其中一个条件 因为它非常紧密的 跟着海峡时报的走势 两条线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 ETF的用户有哪一些呢 它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呢就是机构 它喜欢投资在ETF 另外一组人呢 它是散户 就是多数的散户呢 它也是会 把钱投资在ETF里面 机构呢就包括了 这个养老的基金 它有一些国家 可能是私人也可以 国家的办的也可以 它的一些基金呢 主要是作为养老自用的 它也要求要比较高的回报 所以它会考虑 这个投资在ETF 保险公司 也会去 想要寻找一些 比较高的回报 它也可以选择 这个投资在ETF 接下来这个债券基金的经理 也是可以 投资在ETF的 还有注册投资的顾问 ETF也是他们其中一个选项 然后散户呢 就是比较注重于 收益的投资者 就是我比较 要追求一些比较高收益的投资者 散户 他也希望说 在了解之后 可能考虑把一些钱投资在ETF 第二呢 寻求全球投资的投资者 因为ETF它并不是局限于 只是在新加坡的市场 ETF它当然这个STI index 它是局限于投资在这个台下时报指数 不过还有其他的ETF的选项 它有区域性的 有国家的 所以不单单只是 在本国而已 所以它就可以 所谓的要寻找全球投资机会的投资者呢 尤其是一些市场 一些国家它比较封闭的 比如说 比如国家说 国家更提醒 好像中国啦 台湾啦 它这个对外资的限制 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为了要使它能够 把金钱投入在那个国家 所以它就可以选择 用ETF的方式 进入这样的一个市场 跟国家 第三呢 属于长线的投资者 它也会考虑 投资在ETF 不单单是长线 当日交易的散户 它也可以 考虑 把钱 把一些所谓的 做短线 来做一些ETF的选项 它的应用目标呢 是什么 投资在多个资产类别 它资产类别可以包括指数 大众商品 债券 或者以利息为收益的一些ETF 分国家跟地区 第二 它的管理流动性 非常好 流动性强 而且它的管理 相对来讲是 比较规划 第三呢 它可以 给你做一个 投资组合 就是 你必须要做 因为你投资在ETF 就是 你把钱投资在 某某ETF的一个 投资的组合 就是 看你投资在哪一个资产类别 第四呢 在回复平衡的时候呢 它也能够提高 速度跟效率 这些是 ETF的应用目标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ETF 股票跟单位信托基金 它有 哪一些好处 哪一些是坏处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单位信托基金来看呢 单位信托基金呢 它是比较多元化 它是一项多元化的一个投资 因为它是通过一拦子的证券 使到你的这个投资的风险 能够有效的降低 单位信托基金呢 它是属于一种主动式的管理 不过它的管理费 偏高 每年大概1%到2% 它也有 额外的费用 前期的销售费用呢 一般来说 会有一到两个百分点 所以这些加价起来 费用是不低 然后股票呢 股票大家是最熟悉不过的 刚刚股票 它有它的流动性 在市场交易的期间 可以自由买卖 接下来我们看 它也是属于一种高透明度 即日可以报价的 一个资产类别 它随时都可以知道价钱 随时可以报价 你随时都可以卖 你所要卖的价钱 因为它高透明度 还有它的高的流动性 最后呢 单支股票的风险 如果你是买单支股票 当然它的风险就会比较 偏高一点 不过如果你是买一篮子的股票 一篮子的股票呢 如果那一篮子的股票 是代表了不同资产类别 然后呢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 不过你这样子做 可能你的成本要 出的比较多 相对来讲是非常昂贵的这样的做法 除非你真的是好像 中了一百万的彩票 然后你就可以考虑 说我也可以做我的 一篮子的股票来 投资 根据我本身喜欢的 选股票的方法 不过你可以这样做 你的回报 能不能够达到你的预期的目标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ETF就有以下的这些优点 你看到那 有三个高腰部吗 那三个其实是打差 不是高腰部 它就告诉你说 去掉这三个 你们都不喜欢的东西 因为你们不喜欢高的管理费用 喜欢的举手 你看 真的全部人都不喜欢高的管理费 额外费用 你们要不要付 额外的 就是付了这个每年一到二百分比的管理费 只有你还要付售卖之前的一些额外费用 也是一点百分之一到二 所以加加起来也有百分之二到四 对吗 这些都是额外的支出 最后那个高腰部呢 打差的 你们一定也是不喜欢 因为没有人喜欢贴高腰部 对吗 单只股票的风险 因为你们要花很多的金钱 很多的金钱 投资在一篮子的股票 来降低它的风险 回报是另外一回事 你降低风险 降低的有效的话 你的回报自然而然会提高 不过如果你在降低风险方面做得不好的话 你的回报很有可能是负的 是负的增长 所以这个就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ETF它已经帮你筛选了一些一篮子的股票 因为它是跟踪这个指数的 所以指数股里所含有的一些股票呢 你都可以拥有 就是你单单买一个单一产品 你就拥有一篮子的股票 所以这是它的好处 其他三个当然也是ETF的优点 因为它没有打差的 再来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ETF股票跟单位信作基金 ETF结合了单位信作基金的优点 还有股票的特性 最佳的特性 股票单位基金 它是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ETF 为什么 因为它有股票的流通性 也可以自由的在市场上买卖 所以它具备了股票的优点 而且它是当日定价 当日交易 所以流通性非常高 单位信作基金 它有它的多元化的好处 ETF也具备了 单位信作基金的多元化的好处 跟高的流动性 还有当日报价 自由进出市场 所以像股票那样交易的多元化基金 它比较低的管理费 每一年少过1% 这比刚才我讲的 那个2%到4%低很多 费用四项 所以你除掉了一些额外的费用 它可以为你保留更多的盈利 或者你的资本可以投入在股票 在这个slide是讲说 你可以保留更多的盈利 为什么 因为你的回报 减掉你的所谓的expenses 减掉你的一些费用之后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回报 指数是费用 指数单讲是没有费用的情况之下 它的回报是21,589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ETF 因为它没有销售佣金 它没有管理费 它的费用比较偏低 它是少过1% 在这个例子是0.3% 你看它的回报 是非常接近这个指数的一个回报 看到吗 相差几百块而已 然后第三呢 它是一个单位信用基金 它的回报其实是 也是可以比美这个指数回报 只不过是因为它的销售佣金比较高 而且它的管理费用加起来 它的回报就被减低了 最后呢 这个单位信用基金 二 一个是另外一种单位基金 可能它的销售佣金更高3% 管理费用1% 加起来4% 所以它的总回报 它的这个扣掉这个费用之后的总回报 降低了许多 比起这个ETF 降低了蛮多的 ETF呢 作为一种投资的工具 它分布在65个 我们65个基于股票的一些ETF 就是Equity ETF 单单是投资在不同国家 不同区域的股票市场 总共有这么多国家 十多个国家 十六个国家吧 还有地区 就包括了亚西安亚洲 太平洋新市场 欧洲东欧拉美 还有摩根世界 它的行业也是 多元化 消费 必需品 金融原材料 资讯基础设施 房地产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 能够涵盖了 有87个ETF呢 已经涵盖了范围最广阔的一个资产类别 当然包括股票 定息的债券 还有货币市场跟大宗商品 看一下它的这个贺心 它是属于一种贺心卫星的一个投资策略 使用ETF呢 能够构建 一个属于高流动性大盘股构成的一个核心的投资组合 所以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买所谓的选股 因为选股是相当 相当要需要比较高的一些知识跟技巧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效的 选到好的股票来投资 还有购买这个NICO AM STI ETF 或者Spyder STI ETF 立刻可以实现对三十字大盘股的一个多元化的投资 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你挑选自己终于的股票 就是在投资一些资金投资在核心组合的ETF之后呢 你还有剩余钱 你可以另外投资在一些你比较认为自己喜欢的股票 也可以 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放在ETF 然后你就 你看到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一些个别股票的话 你就没有钱再投资了 也不是这样讲 其实保留一部分的资金 投资在其他的资产类别 还有投资组合呢 这个字告诉你 你要投资每一个国家 ETF可以帮你 它是一个途径 让你轻松投资在该市场 减少分析个别股票所需要的时间 为那些无法以传统方式进行投资的市场 比如印度、俄罗斯这些比较封闭式的市场 而且对外资有特别的限制 也可以用ETF来提供了投资的方便跟途径 ETF的类型 ETF要如何跟踪这个指数呢 它主要有两方面 一种是直接复制 一种是赫程的 Direct replication跟Synthetic replication 直接的复制的ETF 基于现金 它主要是基于现金来复制这样的一个ETF 它有28个 在新加坡交易所 过牌上市有28个 然后赫程复制就是Synthetic replication 有59个 ETF是不是适合每一位投资者呢 答案是不一定 不是适合每一个投资者 如果你是希望获得更高的潜在回报 而不能够接受可变动的回报 它是一个可变动的回报 这其中的风险呢 就包括了你可能会失去部分 或者全部的原始投资金额的一个风险 如果你是不了解这个 你就不适合 不理解如何确定回报 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去计算他的回报 或者你不清楚哪一些因素跟情况 可能会影响ETF的回报 这一类的人士也不适合投资在ETF 第三呢 不了解ETF的相关的风险 投资者其实应该注意 因为有一些ETF 它是使用金融衍生工具 有关的一个风险 如果你不了解 或者是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工具 提供商 这些提供商或者交易对手 的伟业 伟业就是default breach contract 产生的一些风险呢 你也不适合投资在ETF 第四呢 不准备将你的资金进行长期的投资 以更长时间的扩度 因为更长期的投资 跟更长时间的扩度 能够有效的避免 短期价格波动的一些损失 你知道长期投资 通常你不会太过在意 那每一天价格的波动 所以长期它就拉长了 这个就可以避免了 你短期价格波动的一些损失 还有你可能损失的最要金额是多少呢 ETF它不是一个保本的投资 保本性投资 保本的投资是说 你投资一万块 不管发生什么大风大浪 或者是金融危机 你还可以拿回你的一万块 保证你可以拿回一块 它不是一个保证 保本的一个投资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你可能会损失 或者大部分你投入的资金 所以投资也一跌的风险呢 在招股书 说明书里面 还有产品的要点介绍 会详细的跟你描述 所以真正有兴趣的 你要知道多一点 ETF的风险等等 你可以索取这样的一个招股说明书 还有产品要点的一个介绍 的一个描述 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哪一方向呢 以投资一样 所有的投资都具备风险 所以ETF也一样 它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风险 第一是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它存在的是什么 跟踪的一些 集体跟踪的一些基准 以基准作为跟踪的一个目标 的一个波动性 所带来的风险 所以ETF将直接受 指数成分股的价格波动所影响 这大家都知道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第二是跟踪的误差 因为ETF它是跟踪某一类的资产 比如说指数 所以ETF的净资产 它的变化 它可能不能够完全的 跟这个指数的价格变化 可以马上可以反映 它有时候不是mark to market 不是可以马上反映每一天 所以NAV NAV是Net Accept Value ETF的NAV 它是在每一天借数的时候借算的 所以当天的波动 可能会跟这个指数的波动 有一点差异 因为它是在B4之后 它才计算它每一天的NAV 所以它的整个交易 它并不是属于交易日内定时计算 如果是属于交易日内定时计算的话 它比较能够 百分之百的接近百分之百能够跟踪的很好 所以有一些它不是 它是在交易日 当天的交易日过后 它以这个价格来计算 它的NAV 所以它两个不同的提防 所以它的跟踪差务是有差别 第三呢 它的外汇风险 因为你在投资ETF的时候 你不一定是用新币来投资 它有时候是以美元报价的 所以就会产生另外一种风险 就是币种不同 而带来的外汇风险 外汇的那个差异 流动性的风险 如果做市商Marketmaker 因为破产 或者极端市场的情况 没有办法履行它的EU 投资者又可能会发现 很难卖出他自己的ETF 因为没有Marketmaker之后 就是由市场来决定 你要卖 没有buyer 你要买 没有seller 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 这个是属于流动性的风险 第二呢 市场价格 没有完全体现资产的净值 因为成交价格呢 它是市场供需的情况所限制 所以ETF的成交价 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的体现 它的应有的资产的一个净值 违约或者交易对手的一个风险 采用赫程复制 刚才讲了 有两种 一种是现金直接复制 一种是用衍生产品来 复制的一种ETF 这个风险只限于用赫程复制策略的ETF有关 直接复制的那个没有关系 这个讲的是 违约跟交易对手的风险 当吊旗交易商 swap leaders 违约或者不能够履行他的合业的承诺的时候 这个吊旗的ETF swap basic ETF 都会存在吊旗交易商相关的交易对手风险 因为那个吊旗交易商可能倒闭 不能够履行他的合业或承诺 你就会影响到你的ETF的投资 如何购买ETF 比较方便 而且投资在比较简单的ETF 所以你要买ETF的话 大家都知道 现在金融管理局出台了 在之前几年前已经出台的时候 它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SIP 一种叫EIP对吗 SIP就是指定的一些特定投资产品 EIP是除外的投资产品 就是不需要通过考试 或者不需要通过鉴定 不需要prequalify 你才可以投资的 我们叫做EIP ETF 投资者可以向上市股票 同样的方式来购买EIP ETF 然后SIP是比较 没有这么容易给你去购买 因为你先要去上 交易所网站的一个教育计划 SGS Online Education Program 来证明你是不是 适合投资 像这样的一个比较难理解 它比较复杂 它的风险相对来比较高的 一种金融产品呢 所以你在开立这个付口之前呢 它的股票经纪行会告诉你 你要不要选这个SIP来投资 你要不要投资在SIP 如果你讲要的话 它就要你比较多的一些东西来证明说 你又没有这个投资在一些股票的经验 一些衍生产品的经验 还有你的这个对衍生产品工具的了解的程度 到底到多少 你的投资件等等 它才会建议你是不是适合投资SIP 不然的话你就要去上网去解答一些细题 来证明你真的是对SIP的产品有了解 认识SIP跟EIP类型的ETM呢 可以从这个HX的网站可以直接找到它的一些资料跟讯息 所以它的选项你只要把这个鼠标 看到吗 点击在这个Market information 然后你就click 你就选这个 product 然后你就看ETF 再选ETF 你就可以知道有关一些ETF的更多的一些信息 还有有关散路投资者的一些保障 它也告诉你什么是ETF SIP等等 现在这个是最新的 已经有19个被归类为EIP的ETF 在三个月前只有9个 现在增加多10个 现在已经有19个了 这个是随时都可以更新的 因为金融关于局员在近期修改EIP的定义 它允许将有限度使用 用衍生产品相对简单的ETF重新归类为EIP 所以EIP ETF是不需要通过很多鉴定的 就是像股票这样可以自由买卖 通过经纪或者你自己上网买卖 所以包括了这些全部有19个 如何购买ETF 就是通过你的经纪 买卖ETF跟买卖股票是大通小益的 当然你要开一个交易账户 来买卖你的股票跟ETF 还有证券的账户 证券行的开户 它也包括了证券行的户口 还有一个证券账户 那个证券账户是Global的 它是记录你所买卖的股票的一个记录 所以它是由Central Depository Board CTP来管理你的股票 变成一个Custodial的一个方式 存放你的股票 所以要开两个户头 然后ETF定期股份储蓄RSS计划 它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计划 大概在一两年前推出的 RSS计划呢 它是叫你说把每一个月定期的一个固定的金额的资金 好像比如说100块来进行投资 它也可以投资在ETF 也可以投资在篮球股等等 所以这个计划呢可以帮助你实现平均成本投资的一个效果 因为在价格低的时候 你100块的新币 比如说你放100块每个月 你可以买更多的股票或者ETF 对吗 价格高的时候 你的100块相对来说 你肯定是买的比较少 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呢 你的这个holding cost 你的那个持股的成本 就会相对来讲会降低 因为时间拉长 参与这个RSS计划的合作伙伴呢 有以下 华侨银行蓝筹股投资计划 第二 DBS储蓄银行投资储蓄计划 第三 辉利证券 记股计划 第四 马来西亚银行 精英证券每页投资计划 其实 公寄金也可以用来投资在ETF 很多人不知道 新加坡挂牌 批准用公寄金来投资的ETF 有四个 第一呢 是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ETF Spider 就是S-P-D-R 第二是Nickel AM 新加坡海峡指数ETF Nickel AM 新加坡SDI ETF 第三呢 ABF 新加坡债券 指数基金 ABF 新加坡Bond Index Fund 最后是Spider Gold S-P-D-R 我们也叫Spider 黄金股份 S-P-D-R GoldShares 这四个都可以用公寄金来投资的ETF 最后工具跟资源 这些工具 在 你们必须要 常要去用 因为工具债你不用 就等于 有工具没有用 所以你可以查看这个 交易所网站里面 它有一个products产品 选项卡下 的一个ETF部分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选这个ETF 你就可以知道 更多ETF的报价 它的 它的种类 它的资产类别等等 你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兴趣 这些都是 你回家的时候 有时间的话 不要出去乱跑 因为下雨 最好是在家里 有一台电脑就可以 尝试去搜索一些资讯 有关于ETF的 这些是它的报价 你可以选项 这个很好玩 这个ETF的screen呢 它一个所谓的筛选器呢 你可以选 第一 你可以选它是哪一个发行商发行的 第二 你可以选它的asset class 它的资产类别 你要community 你要的是index 你要的equity 或者你要的是fix income 都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选 你的这个不同资产的类别 还有它的geography 它的地区地理 这个地区国家分布在哪里 你也可以选 最后它的benchmark 它是以什么来做 这个benchmark来 来凑成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的 你可以选项 这是告诉你怎么选 好像说打个比方 你选的是equity equity就是 与股票有关系的ETF 它就出来的 全部都是与股票有关系的ETF 全部在那里 它也有它的报价 所以你可以从中 可以知道 到底是哪一种资产类别的ETF 比较适合 最后呢 如果你还要知道更多的 关于ETF的消息 你也可以上money sense 存钱有方 理财有道 全国财务 教育计划的网站去查询 这个有关于ETF的一些资料 跟资讯 最后 我要谢谢大家 能够抽空出席 我今天的讲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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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